看到恒指一月以來都累積才有過千點 近期都有個急升的情況 因為去年都跌了很多 大家一直等著的反彈 終於在一月頭出現了 通常都說一月會有一個一月效應 市況通常會好些 究竟可不可以持續到呢? 我想是不是一月效應呢? 始終現在都是一月中的 其實還有半個月 我想都是比較難說是否整個月都特別強 但是同意這一層正在走著反彈 我想短期來說反彈有機會持續 其實上個星期也說有機會先走著反彈 當然以過去一個星期 即今天來看 這個反彈力比我自己上星期五預期還要強 因為當時也說如果真的彈上去的話 可能去到一條五十天線二萬四邊都慢慢會頂住 但其實這幾天明顯升穿了 所以論反彈力來說比預期還要強 但我想去到這一刻來計算 當然今天可能會借回昨晚美股的匯調 有些調整壓力在 但我想未必說一下子一跌回一些 或者跌回百零二百點 等於整個星期要先完結 因為始終公道一點說 由這個月低位二萬二千七開始起步 去到昨天最高二萬四千五、二萬四千六 其實升了一千八百點有多 但短短是一個星期多一點的時間 升了一千八點有多 變相升了那麼多的時間 我想就算你不計其他因素 稍微的高位叫做休息一下 回調一下 其實都是一個很正常的舉動 以及剛才提到 以軍線上來說 其實摺二連三是破10千、20千、50千 去到短短100千這麽長期的平均線 有些阻力其實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實際上看長線來計算 我想現在也沒有什麼 沒有人覺得 廣告是一個很清晰 長線很利好的一些看法 畢竟我想面對著一些監管、內房 以至到剛才提到 例如外圍可能在說加息 以至縮表 究竟怎樣影響著一些資金流的許向 這個也是要再看的 所以去到一些比較長的平均線 未必下至升穿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但我覺得為什麼不是等於 一回發兩天就特別淡 我覺得起碼一來 你看到昨天雖然是高位 有一個小陰燭出來 甚至上面都是比較大了 壓下來 但跟上星期說一樣 以你看動力指標 譬如9000RSI來計算 其實昨天還是輕輕高過前一天的 其實昨天9000RSI還有73 其實不是特別弱 就算我當你今天再回也好 我覺得只要兩樣東西 一來繼續保留在50樓上 二來回得來 五十天線二萬四邊 沒有再失守 其實這一層的反彈浪 應該就未能這麼快完結 但當然我想都是維持反彈 我覺得又不如說 因為升了1000多點 就馬上落空了 因為始終你看去年 其實第三、四季 特別第四季 十月份、十月份、十月份 都試過幾次反彈 其實當中十月份 那次的反彈力更加強 當時是超過2000點 但結果大家也知道 就是十月份再創低位 所以我覺得又不要完全 因為反彈了1000多2000點 等於市場就先解除了危機 我想後面很多時候還要看 但是短期可以延續反彈 變相現在看上去都是一百天線 可以升穿到的 先慢慢靠近兩百五邊樓上 所以呢